我们看一下这场比赛 好 已经 已经开打 听到声音了 开打 观战方 对战方直接开场点杀 一把英镇抓到了观战方的龙镇 三攻 果然三攻 三攻的话 大场也是直接一把破血 给了对战方法气 那这场141届武神坛的小组赛 第五场比赛正式开打了 观战方是古苏城 对战方的话是郑怀楼 观战方这边的龙镇是被大克 被英镇大克10% 而观战方果然是上了三攻 由于他7分 所以不能平 是的 点死对战方女麻木 龙腾 我们可以看到 郑怀楼对战方的话 因为五号位置戏约鬼 所以说后置位的话 刘这个法系应该是一个女麻木 我们看一下场上的速度 对战方的话是三票中了 观战方这边女儿村 对战方开场也是一把点上 女儿村去三票 没有票中观战方女麻木 这把无魂 我没看错吧 对战方伊苏 好像是 猫灵卡拿到了伊苏锋吗 对 这个我们可以稍后的看一下 下回合确认一下 下回合确认一下 大唐先加野兽 这个是个士托岭 这个 这个号 这个大唐找了吧 士托岭 这些大招对战方大唐 因为我还没看他变身 给自己狡辩一下 吃了那个吸血鬼 然后召唤出来了第一只换魔 来看一下 先压大唐的血量 对 这把应该也是点杀 然后龙宫应该会单疼 对战方大唐 血迹早就出手了 然后再跟上三千五 后续有力破吗 还有一只 七百 七百不太像力破 对 那这样的话点下失败 这个九凡青莲 立功了 可以看一下这把 速度 对 可以赶紧看一下速度 这个速度让人有点 对战方 对战方果然一速 对战方一速 好吧 这个猫灵卡的话拿到一速 确实很意外 对观战方这张 曼珠沙华不知道这个女儿村的属性 防御应该不高 防御应该不高 人挺 大金给到对战方的大唐 先保住 变身 石头变身 然后这个残血 那个 那个女拔木是死过一次的 对 状态还没有完全恢复上来 对 而且中了大死亡 而且当前回合直接压他血量 这个 有 有 有死的可能 嗯 因为观战方三只高连筒 龙三 看龙三 单腾 那应该死了 三千一 当前回合大死亡倒地 咱们五神坛的精彩时刻触发了 嗯 已经为我们的后面发这个周边奖品 给到我们的小伙伴们铺垫了一下 杨阳方的话也是赶紧起来把罗汉 防止观战方毕竟是女拔木 这个感觉应该是要召唤了 灵动刷起 我觉得观战方枯苏城应该只是想 守时而已 守时 拿这个大死亡可能也只是想个 想着打个虚血 对对 结果有这么大的意外收获 这个意外收获太大了 其实这场我们可以看到 对战方现在虽然是劣势 但是对战方的话 有物理速度 有风系的速度 看一下后期的话 对战方稳得过来的话 应该会 对战方也会发出主动的进攻 应该是 避免让观战方这边有节奏 对 因为三攻嘛 而且这个三攻是师驼加双法 这种面伤压制力很强 也感谢小伙伴们送的小礼物 正在收看的是 古苏城和郑怀楼的一场比赛 这个大死亡是必须要出洋户的 就看哪个点来出了 女拔木在倒地之前 是拉出来了第二只准备吃的吸血鬼 而如果太长时间不去 拉女拔木的话 这个吸血鬼估计也会送掉了 对 因为这吸血鬼肯定是没什么用的 月下 月下 防止观战方这边女拔木出宝宝 对 也就不让他吃了 看一下女拔木会不会罚战啊 这个罚战的可能性还是蛮大的 应该这个会应该会出宝宝 因为观战这个时候是有优势的 而且女拔木这个门派不点杀的时候 他必须要招怨链才能坛成群秒 破血 破血掉 障害很高 施驼 施驼 平A 防漫天 力破 碎甲刃的 碎甲刃已经挂给了对面方的大堂 这把凝制 那这回合的话应该观战女儿村是有益素的 而且女儿村头上有朵花 这个命中率也比较有保障 而对面目前还没有出洋护 对 果然女拔木观战方的女拔木也是罚战了一回合 对反正 两个法防宝宝站在场上 观战方这边局面还算是比较稳定 女儿村直接惊轻 但是这个医素拿来惊轻了 对战方医素也直接出了一只养护 可是他这个惊轻应该不会说是去点杀的吧 看一下 应该没有队长出了一只手 好不容易有一次移速 他移速他居然没有去封 而是选择了惊轻 比较意外啊 对对对 而且突然有花的情况下 对啊 这个这把出手应该更合理一点 可能也是想让这个女麻木出出出出出出宝宝 就为了让他早点出这个患魔 对 好的那杨慧拉出来了 马上应该还有一回合 就可以拉起对战方的女麻木了 法防宝宝相对有点多的情况下的话 输出会欠缺一点 对 那轻那个吸血鬼可能就没那么高效 按理来讲 如果说是趁着女麻木倒地 把那个吸血鬼杀了 挺爽的 对 转一只蛇 看观战方这个队长出出来的 普多出出来的宠 应该是可能会是这利劈 应该是 对面的患魔已经先拉出来了 对 这把观战方女儿 他应该 不出意外应该是没有移速了 因为队长方刘云宁直接打过来 是的 那就不出意外 这根不出意外 我 尽量 双十波 双十波 看一下抗性 抗性了 抗性还行 血迹吗 治活那不行了 对对对 我感觉点不死啊 后续的伤害应该不充足了 吸血鬼肯定是废的 然后这只宝宝 这个四号位童子拿来保护了 那这样的话等于 吸血三千多 那这样的话点杀失败 龙战 这么早开龙战 关战果然这个打法也是 不足成这一届的暴力阵容 将来说的话双法一失驼 配合龙战 最后的一个力破高连 没有点死 三封是控制了女拔木 但是女拔木这回合应该是出宝宝 所以这个控制意义不一定很大 我看一下 迫甲 给他对两万一数 提前迫甲 我看他这个架势很 哇六千五 这个蛇也是 一尾吧 甩他了一个六千五 对 士托领 我觉得这样这么早的开龙战 给我一种想法 就是可能会尽早的阴姬 嗯对 配合这个龙战龙宫的群秒 阴姬打出一个面伤的小压制 虽然有这种可能性 但是看了一下 士托领并不是印记那套经脉的 所以 印记可能性也就降低了 对面的两只幻魔提前成型 而且对战方 对战方这回合的话 输出都是没有宠的 然后女儿村头上有话看一下 观战方四二位的宠会不会配合 再给给到对战方一回合点杀 嗯 这些指人 毕竟刚才被拍了一个六千 对 还是有点 怕被点杀的 而且这个猫灵 对战方这个移速的抗性肯定不好 他变个猫灵卡居然有移速 是啊 毒 解开 五千六 说实话这五千六送愤怒了 嗯 说实话这五千六 再吃掉一小时了 哎 反正 又是双十波 很赚 伴魔打观战方队长 打了五千六 这个不是对面想看到的 嗯 送愤怒啊 而且观战方这个桂园脚底下是有塔的 对啊 普陀这边的话 愤怒肯定会非常充足了 哇这个龙宫配合这个斯托令对战方的宝宝真的 去背轻的有点快了 嗯 而且刚才也有小伙伴一直在发弹幕提醒我 啊 秒十龙宫 秒十龙宫 啊 没 没事 秒十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们能有十六个单位 对 哈哈 秒十已经不是以前的全秒了 好 那这个局面的话就要看斯托令了 嗯 前面分析过 可能会出现英姬 提前英姬的情况 无魂给掉观战方 斯托令 叫李对战方 还是那句话啊 斯托令如果英姬证明他判断自己已经优势非常非常大了 小优势的情况下 斯托令肯定不会英姬送愤怒的 对 三千一 三千五 平坎 平坎 双半天 有没有出 哎 对于斯托令来讲 这个漫天效果其实比大唐收益更高 对 比皮 跟一下腰换膜 应该还有跟的 扫 扫位是 其实观战方这边的话输出宝宝相对有点少的 哎 直接暴死 直接暴死 暴了四千六 直接带走对战方的一只幻魔 而且斯托令 刚才是有了一层的漫天的情况下 这波如果英姬的话 还是很伤 很伤 虽然这边是有指人的话 但是这波英姬 你要是你你英吗 我要是我我英了 先试一波 可以试一下防疫 对先试一下对面的抗性 对 点着幻魔鹰 然后所有人输出激火 对战方的幻魔鹰一波再说 或者就是全部激火到对战方的那个 吸血鬼身上 然后拿女儿孙之类的去看一下能不能把对面的 拔木控一回合 看一下吧 这回合我觉得 观战应该提前要笑了一把了 因为对战方有疑速的情况下 肯定是要提前笑了一把 只要愤怒控好这个面伤打出来的效果的话对面肯定很很难受后期 对面肯定是效力了对面先笑过来了 这个正常因为他被控嘛 无魂 他应该疯的 他赶紧刷灵动 4000 虽然方的话也是给到一速一个光辉 防止一速的一个意外倒地 两条蛇打一条蛇 这个幻魔 打得好呀 上回合好像也是打到对面的幻魔 大堂罗海 继续平坎刷满天 5000 对面的话是5000还是400啊 反正我我好像看到4000多加1000多应该是看错了吧 应该是400多加1000多吧 嗯 应该是400多1000多 这只力破宝一直在压对面女拔木的血量 BP直接当年会的皮刀换摩 顾速成这边脸有点好 有小伙伴说 举报 这个蛇是 被控制的 可以操作的是吗 看一下这回合的话 对张帮一速也是开出来 然后应该是有一个主动拳 而且对张帮四二位的话是一只配速宠 配合普游的话可以打出一个反点 三票票中观众帮一速 果然配速宠给大堂顶大 大堂这回合是继续清宝帮吗 给换摩又打到了对战方女儿村身上 打了2000 你把木材塔 漫天 漫天 抓一层 还是要先清一下 尝尝能力破宠 其实你前面也说到了 对面这场比赛的话 是有分析一速再加上物理一速 对 从这个角度来讲 优势是有的 而且还有大客 对 不要忘了对面是大客观战方的 输出上还是 有一点差距的 对 所以说而且我们开打之前预判 已经看了这个赛前分析 也看得到对战方的话 斜的战神数量是比较高的 在后期的话 我觉得打出一个反点 配合他的国标阵容 打出来的话 我觉得观战方三攻 应该吃不住 对 扛不住的 就看对面有没有时机 去进行点杀了 大堂再加上漫天后面 再刷起来 这个伤害肯定够的 但是观战方其实也想到了 所以说这个女儿村曼珠沙瓦卡 她也是一定程度上防了一手点杀 嗯 观战这个龙三位龙弓 应该也很耐 所以说对战方选择点杀的起伤 也是压了观战防御位置 这个女麻木 感觉这个女麻木的话 应该是属性点 应该没有加烂 结果没想到 还是没有点死 所以这个时候 对战方也不会贸然的点杀 我们看一下对战方女麻木 继续招 连灵 斗 又轻掉了 对面的几只换魔站不住 已经死了三只换魔了吧 来来去去应该是死了三只换魔了 三只 站不住 对面的几只换魔 施驼其实在复战的舞台上打打女麻木是清换魔是比较快了 而且观战这个和这个时候石头里还没有连环清换魔 嗯 看一下这个回合女儿村 被封 对战方这波会不会选择 因为这个时候踩着罗翰感觉 还是要亲一亲宝宝 还是要亲一下宝宝 看一下对面女儿村 一速 会封谁 不远伞直接 好 再防一下 其实石头岭这边没有变身的话 对面女儿村威胁到不大 水清石头保石头变身 啊 独一口 又打到了对魔 哇 脸真好 脸真好 对 看到对战方的话选择照出这个 鸟 鸟 牺牲了两个小愿灵 来召唤一只换魔 对 因为其实对战方的女蛮魔 已经死了三条蛇了 他如果继续召唤的话 哇 哇 帝带绿 这个 运气差距太大了 运气差距太大了 对面已经死了四只幻魔了 已经逼得对面要通过怨灵 来召唤这种鸟 而这种鸟的话 在幻魔属性里面 应该是属于最差的 对对对 他比那个 大水牛 还稍微差一点 对战方真的这个时候清蛇都清不掉 很头疼的 看一下罗汉能不能接住 这回合女拔木可以再召唤三个小怨灵了 观战方这边 顾思成已经建立了不错的一个优势了 对 不错的一个优势 看一下在下回合 如果对面接不上罗汉的情况下 会不会考虑应激一波 压一波 可以选择压一波 我觉得 而且你是一直都没有试过对面的防御的 万一对面防御都不高呢 对吧 对 像女儿村防御肯定不高的 然后再加两个输出点防御也不高 其实这个应激伤害应该是比较可观的 对 而且我们看到对面葡萄山也是没有不错 女儿村水晶 石头 来了 看一下石头灵怎么 怎么说 有多出宠 看样子应该是阴机 师伯吗 师伯也有可能 秒三 去秒三 这和我秒三应该要 满天 两层了吧 两层还是三层了 哇 这个蛇真的 连环机 连环机 直接点 对面的女麻木是没有宠 直接被斯多灵带走 这种鸟出来 感觉一回合 看一下 啊 没事 前面已经神过一次了 而对面的这只换魔应该也站不久 这种换魔是没有高神 没高神的 所以 这样的几火他是包死的 红圈 大唐也死 大唐刚才是被换魔直接打了个两千九 对 所以意外倒地 意外倒地 观察方换魔随机打的目标真的是好 真的是好 要不要打对面女儿 要不要打对面的大唐 要不要打对面换魔 对 对吧 这个随机 运气真好 拉起直接自在 哎 无魂舔过来地府 大唐给他对待万一锁 蛇又打了一下普多 天魔觉醒 嗯 大水牛 来一只换魔 龙公看守得到尸体吗 啊 没有 还有一只宠可以成功守时 这样的话其实这回合观战方就很有优势 对着方地府被笑过 低速的话脚点没塔 普多山可以给他一把笑礼 我觉得对面节奏慢了 对面应该利用风隙移速和物理移速早点杀人 对 他打的还是有一些保守 我感觉这回合如果阴机配合了龙公的一把全秒 对面还是有些难受 我觉得应该阴机了 应该 就算是打不到三千血是吧 打个一两千都无所谓 对 压的是你的整体血线 是整体的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对战方状态的话 头上都是没有灯的 你只要把阴机配合这种群群秒给过去 对战方普多很忙 师伯继续清宝宝的收益也不大了 因为对面就只有两只宝宝能够打得到 果然女儿孙笑对战方普多战 直接拉起 普多罚战这把被笑中 地府打逆风局是 挺乏力的 对 对战方普多再被咬一口 三千六 小月您招出来 也真的不怕高反阵啊 哇 这一拳头 一千六 打在了对战方大藏身上 应激开始 应激两千二 金甲两千二 给到普多一千妈 地府一千九 物理物理四千 四千 可以 女儿孟死了 女儿孟死了 对女儿孟是残血 然后再集火对面大躺 对 还有龙宫的群秒 而且我觉得这样的很难翻了一点 对对对 而且对战方一速刚经轻过 普多的话被笑了过 没愤怒 没有大特技 对 要宝宝没宝宝 要血量没血量 呃 要愤怒没愤怒 普多还到底 没了冲掉了 其实观战真的运气是有的 这条蛇的话 也是给到普多两回合的压力 这几次幻魔出手 帮观战方清掉了对战方的幻魔 而且意外带走了 放放倒了对面的大躺 以及这个普多山这回合 也是被幻魔 哎 对 打了一下 也有普 也有这个 幻魔的功劳 对 但是话说回来 就算是幻魔 没有这么好的运气的话 观战方也同样是大优势 对 大优 也同样是大优 只不过优势 这个这种大优势不会来的这么早 对 我们看到了其实前面这 阴击之前的话 对战方其实是有一点 稳住的 稳得住就在于那回和 石头领连环击杀掉对战女玩物之后 节奏就 观战方就掌控了这场PK的节奏 一把群秒 三千 三千 伤害很高 但是没有秒到对战方捕头山 哎呀 龙公的一把群 哎 一二宝宝绿一下 下把石头领一飞机 啊 应该就差不多了 这把对战女玩物应该是起来了 应该是起来 除了之处 三二位在旅 对面没有自己的节奏 感觉对面打的相对太 也不是保守 感觉他 不太明确自己该 要打什么 该怎么打 应该是有种那种没有方向的感觉 还没有找到突破口 就是随便 就是 想到什么战术就什么 战术来直接用 对 他没有一个很好的主方向 有主方向的话 应该明确知道自己优势在哪里 到目前为止 好像我们也没有怎么看到对面大唐的伤害 到底打在人身上 是不是真的那么高 就扫过一次观战方的女玩物 而且还是个防御位置的女玩物 是啊 是啊 他如果说是点观战方的女儿村啊 点观战方的尸驼 或者是龙公 我觉得应该都不会说伤害很低 对 我预判 我预判观战方这个龙公啊 我觉得他敢那么早起龙战鱼也应该也是也是有道理的 我觉得他应该是耐力点加的比较高 这个龙三位的 直接出虚迷 冲了 冲了冲了 先看一下会不会放倒对战方的女拔木 应该会死 没有死 还没有 顶上四千的大金 自在 自在自己 自在自己 这波石头岭肯定是飞机的 对 应该是要点着孩子飞吧 一千四 地府 多 没别的操作 蛇又咬到孩子 嗯 惊心一下女拔木 我觉得女拔木这个速度啊 惊心一下保湿坨飞机了 对 而且还能把龙公出手 而且这把是疯狂音机 一把疯狂音机再跟上龙公的群秒 看一下 对面还能站住几个人 一组再吃一个大 没有秒的孩子 其实孩子残血了 没有秒死孩子 直接拉起大堂 大堂 三封一下 只封中了一只宝宝 反控 还是打效力 因为队长王普多死 死过 没有愤怒点 打一下叙叙 蛇 哇 你看这个观战方这个运气真的是 这把运气是在的 这个蛇啊 人工蛇 人工培育的啊 补刀补的好 然后小运气开始给对战方各个人身上挂负面的状态 这回合的话石头领应该还是迎击的 对 应该还是迎击 对面现在有点吃不住这些伤害了 三个输出点火力全开 你现在女拔木也开始全秒了吗 嗯 因为场上还是有两只怨铃 所以 所以这个输出量是对面扛不住的 先看一下孩子吧 看一下那个孩子能不能活下来 孩子不神这个核应该是要被飞掉 嗯 应该会点着他英机的 对 对面的异速女儿村 也紧轻一把 紧轻一把 好像对面的好像对面的异速并没有很好的去打乱观战方这边的进攻的节奏 对 观战也是一把金轻 没有起到干扰的作用 哎 大死亡又中 看一下 又中一个大死亡 对面还有一把自动蛇 没有拿来顶要 啊 啊 我还是飞了 点着孩子飞机 金甲一千四 金甲一千 都是进口的 哎 没有飞到对战方的 东宫啊 女麻木掉线了 刚才还 刚才他宝宝也 平A出来了 啊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自动 其实我觉得对于震怀楼那边的指挥来说的话 真的是心态 心态爆炸 对 直接秒四普陀 没了 没了 应该是没了 这普陀下落刷上灵动啊 对让他一速倒地 那这场PK的话进行的也是很快 顾速成上上三攻 嗯 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对 然后震怀楼那边其实 切进来看到他有一速 再加上有物理一速 对 其实他有机会 应该是有机会的 他不要太贪 让女拔木 出那么多患魔 嗯 就是这里有一个概念 就是大家不要觉得女拔木 嗯 他不是个法系 或者说是他必须有患魔 才能怎么怎么样 对 不要过这么 这样过于去执着 如果他把女拔木 如果对面把女拔木 当成普通法系 在点杀的时候 帮大唐 垫一下伤害之类的 就普通的去走这种点杀流的话 压一下观战方人物血量 其实是很有机会 也好 而他 而震怀楼 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就是 他觉得节奏可能很慢 嗯 可是 无输声很快 对 观战不等他 那么看到对战方 只有 本场也就为之一次的 一次点杀 观战方女拔木 而对战方这个女拔木 我们还选择了用一把 那个 致火溜烈 这回落觉得节奏 可能会很慢 还在想着啊 成型成型啊 还换魔啊 是类的 结果就进入了 一个死循环 拉一个换魔死一个 拉一个死一个 然后你这个 女拔木就没用了 就没 没法系输出了 然后导致大唐 一个人也不好 去点杀了 就 还是他判断 节奏太 呃 判断错误吧 以为会很慢 其实非常快 孤苏成这个三弓 没有给对面 任何喘息的机会 再加上运气比较好 再加上有一把大死亡 对 那把大死亡 再跟上后续的几次 换魔的这个 如来神尾 两巴掌 两尾巴甩死了 对面的大唐啊 葡萄啊什么的 节奏太快了 这也是对面 没有办法想到的啊 节奏太快了 还在想着成型的问题 反而是观战方这边 由于有三个输出点 就算女拔木 一直在召唤换魔 也还有龙公加尸驼 在补伤害 对 来限制对战方的恢复 而对战方的阵容里面 是有一个地斧的存在的 你带地斧 你不点杀 你拿它干嘛用 你拿它读回血吗 对吧 我们也看到好多次 就是本场比赛 很多次地斧去读 很无力的 很无力 你回那么六七百七八百 真的没有太大的作用 所以带地斧的阵容的话 大家还是要留意 尽量还是 有自己的节奏 有时候不能太 太贪了 觉得对面稍微有点贪 这个换魔的存在的价值了 对 有点依赖换魔了 对 太依赖它了 其实没它 对面有大克 有这样的大糖 有物理移速 杀人 很容易的 你不用血迹 你都能轻轻松松 秒个一两千就够了 其实那个伤害 电后去点杀 输出也够了 好的 那这场比赛结束 恭喜